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给大家看一看我这满桌子这是 这是什么呀这是 打开一个您就明白了 看见没有 成了一个手串 我把手串拿出来 我们看这个盒啊 这就是一个手串盒 这手串盒呢 在清朝的时候就有 因为清朝啊 成朝珠 比这个做的要大 叫朝珠盒 那么现在呢 由于大家手串又实心了 于是手串盒应运而生 下面我们就说说怎么叫玩明白 这个材质啊 是草花梨的 那么我还买了一个这个材质了 这个材质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打开盖之后一闻 有一股极其香的那种浑香味 就是我们包饺子 那个大家都爱吃的那个浑香馅 浑香味的木头 到现在这到底是什么木头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肯定是软木 我都买回来是做实验 第一个实验 我要实验一下 软木的这个变形啊 和硬木的变形有多大 变形了之后 软木变得大呀 还是硬木变得大 经过实验 哎 硬木变得太大了 硬木变形之后盖都扣不上 你说非要使劲去扣 那就是鱼死网破啊 所以你看这是我明白的第一个事儿 第二个事儿呢 我要跟烫辣的做比较 烫了辣的呢 它呢 变化不大 没有烫辣的 那就是都盖不上盖了 或者盖上盖也打不开了 都有变化 这是第二个实验 第三个实验呢 我这里有不同的材质 你比如说 这是普通的花梨 这是普通花梨身上的料 花梨根上的料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经常说呀 花梨影 花梨影 就是根部的料 我你找一个 那么根部的料呢 发现啊 过去认为根部的料啊 它容易变形 结果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摆放啊 哎 我发现这根部的料 反而没怎么变 你看 还能合得上 所以你看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 就说明我买回这堆东西 虽然呢 我知道它会有这个残破的变形 最后变得不能用 但是呢 我玩明白了 我知道这个木头啊 它变形的一个尺度是什么样 弄懂了这个 那我再买家具 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这算明白吗 不算 这是明白了一半啊 要真想搞得再明白 那您再接着看 我下一步啊 就会一件一件的修 我把它都修好 这个过程呢 又是研究木头的一个过程 您看 您只关心它是放手串的了 可我关心的就是说 它的变形过程和修复过程 搞懂了这个手串盒 那家具我也就明白了 您看表面上 我好像是扔了一千块钱来做实验 实际上 我今后要买几万的甚至几十万的家具 我心里就有谱了